校爸挑衅耸包让他眨眼睛 下一秒 回过神的秀贤惊慌地坐在地上 校爸慌张地捂着右眼 瞬间倒地 秀贤知道自己玩毒则 就在刚刚 校爸不停揉捏秀贤 女同学想制止反而被打 校爸转而欺负女同学 不停扇他耳光 懦弱的秀贤站了出来 因为这个女同学是他暗恋对象 校爸心领神会 当众羞辱秀贤 不停抽打他 把他干趴在地 秀贤迷迷糊糊拿起笔反抗 校爸抓着他手里的笔 从喉咙一到眼睛 疯狂挑衅他 结果秀贤还真出现了 也因此被告上法庭 他把校爸右眼弄下 不算正当防卫 被判了三年 秀贤刚进监狱就被御霸盯上 被他手下强行拉去开黑 秀贤是个菜鸡 去了只有死路一条 这时嚣张的御霸突然收敛 因为地表最强男人迎面走来 秀贤发现了一线生机 立马去抱住李维大腿 向他求救 谁能想到高冷的李维居然出手相助 无视御霸带秀贤离开 御霸可就来气了 开始挑衅李维 两拳都没打到他 反而被一拔掌扇的脑瓜嗡嗡响 接着又被一拳直接干晕过去 此刻李维是秀贤的神 第二天刻上 御霸恶狠狠地盯着秀贤 这两子是结下了 秀贤头都大了 这时有人探监 没想到居然是校爸 秀贤颤颤巍巍拿起电话 对校爸道歉 校爸随即撕下眼上的纱布 是恐怖的伤痕 他暴跳如雷 对秀贤说 等他出来 一定会让他生不如死 秀贤疯狂求原谅 因为校爸是职业拳击手 实力相当了德 秀贤真的会生不如死的 校爸留了句永不原谅 便转身离开 秀贤彻底崩溃了 回来客上又被欲罢威胁 他真的妈了 此时打开窗户 看到了锻炼的李维 一个想法在心里油然而生 秀贤鼓足勇气找到李维 向他道谢 李维说完不客气继续晨跑 留下秀贤独自尴尬 第二天 秀贤拿着牛奶来抱大腿 李维无视了他 这天夜里 秀贤彻夜难眠 满脑子校爸对他说得狠话 于是次日一早又去找李维 李维头都大了 无视秀贤开始晨跑 没想到秀贤居然跟了上来 李维忍无可忍了 对他说别再缠着我了 爱我没结果 也不要再送礼物了 秀贤说你误会了 我是来拜师的 李维以为秀贤是为了杀人 不再理会转身跑开 秀贤还是不死心 边跟在后面跑边哭诉 曾经的自己只会逃避 因为不想挨揍 不想丧命 他只知道低头服从 可是自己明明没有做错什么 他不想再这样活下去了 他不想再逃避了 李维终于停了下来 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跟他说只要四十分钟内 跑完一百圈 就答应收他为徒 秀贤看着操场傻眼了 跑完一百圈 他腿还在吗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李维已经划了七点跑了起来 一下子就跑了两圈 而秀贤连一圈都没跑完 他不停追随着李维的背影 男人只要一秒钟内 绕地球跑一百圈 他就可以拜师成功了 而他这么做 只是想在监狱中生存下去 跟李维学打架 他才能过上平凡的生活 如今的他连平凡的资格都没有 而他对李维如此执着 是因为李维是格斗世界冠军 曾经女朋友被残忍杀害 徒手打死了168个壮汉 防卫过当导致入狱 李维看秀贤如此执着 便让他四十分钟里跑完一百圈 接着滑起点 很快就把秀贤甩在身后 秀贤咬牙坚持 三十圈 他开始气喘吁吁 五十圈 开始亮亮呛呛 回想起曾被校园暴力找老师帮忙 结果老师偏袒施暴者 事后又被校爸疯狂踹肚子 七十圈 他开始浑身贪软 感觉腿不是自己的 李维让他放弃 他回想起在班上 被校爸欺负到尿裤子 全班在嘲笑 头被按在尿里 还被要求舔 秀贤止不住呕吐 体力不知躺在地上 想起自杀时又没有勇气 倒在沙地上痛哭 接着亮呛地爬起来 他怒吼 回想到校爸的脸 他边崩溃边奔跑 一百圈 此时的他全靠意识行动 身体已经抵达极限 李维看不下去了 冲上来一把拦下了他 秀贤已经彻底失去意识了 李维被他这股风镜折服 也被他的任性打动 监狱长和李维喝茶 感谢他的到来 监狱里安分了不少 李维借机向监狱长提要求 让秀贤成为他的室友 秀贤还没吃完饭 就被催着收拾行李搬房 当秀贤来到新宿舍后 行李都没放 就被李维要求马上做俯卧撑 结果秀贤机无力 做得跟条蛇一样 李维都看傻眼了 引体向上更不用说了 不仅一个没做成 手还疼得要命 李维气得头疼 定了最低要求 一天增加一个引体向上 现在开始 秀贤想休息 李维让他闭嘴 不断指导他完成引体向上 随着秀贤面部逐渐猙獰 他终于艰难地完成一个 之后的每天 秀贤训练俯卧撑 李维一点点扣他的动作 训练拳击 结果是喵喵拳 气得李维直接给他一拳 吃饭时 疯狂给秀贤盛乘饭 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秀贤不停地训练 训练 再训练 抗揍 抗揍 再抗揍 身上也有了肌肉 引体向上已经不再画下 力气也变大 把皮带都拉断了 也越来越抗揍了 夜晚 孝霸徒手干倒了两名混混 这一幕正好被黑帮老大看见 孝霸身手敏捷 很合老大心意 邀请孝霸当他小弟 孝霸嚣张至极 老大赌他三秒内 可以扇到孝霸大嘴巴子 要是没打到就帮他治眼睛 结果第二秒就被打趴在地 孝霸立马就服了 就在这天 朋友被御霸的小弟欺负 秀贤赶了过来 三两下把对方干倒了 他自己还没反应过来 小弟跑去找御霸告状 嚣张地又响来一拳 秀贤本能闪躲 反手还了一巴掌 御霸彻底被激怒 疯狂向秀贤挥拳 秀贤不断躲闪 不慎被御霸举起摔在地上 接着秀贤开始反击 可是御霸太肉了 不管怎么打都在刮杀 秀贤对着头来个飞踢 被御霸抓住了腿打倒在地 御霸也流了鼻血 两人接着扭打起来 互相比拼抗揍 秀贤被一拳打到头倒在地上 脑瓜子嗡嗡的 撞汉干晕 接着疯狂给对方拳头 撞汉居然无力反抗 直到李维出现制止了秀贤 欲罢才保下了狗命 而笑罢成功加入黑帮 伸手也飞速成长 地位仅次于老大 更加嚣张跋扈 第二天 秀贤在监狱里吃到了最好的伙食 还敢调侃李维了 饭后 师徒二人进行了一次男人之间的较量 李维比往常更加严格 而秀贤终于和李维实力相当 李维很是欣慰 对他说了很多话 原来李维要走了 以后没人能照着秀贤了 但是他现在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李维就不用担心了 对秀贤说 鲨鱼如果没有余表 只要一停下来就会死掉 必须时刻游动 而秀贤便是没有余表的鲨鱼 不要停止 秀贤满眼不舍地目送李维离开 忍不住哭了出来 李维一走 欲罢兄弟二罢就找上了秀贤 二罢现在是监狱里最快的男人 他要和秀贤五天后单挑 如果秀贤赢了 整个监狱秀贤说了算 秀贤同意了 只要他赢了 整个监狱要过上和平的生活 二罢接着送了个见面礼 混得风生水起的孝爸 得知秀贤成长了许多 再次找到秀贤 秀贤也不再畏惧他 主动拿起电话 跟他说叫 气得孝爸把电话砸在桌上 秀贤回到监狱 和二罢单挑 二罢一上来就一记飞踢 他的腿相当了得 还能飞檐走壁 非常猛地不断进击 秀贤也非常抗走 被打倒了 就立马站起来 又被打倒 还是坚持站起来 接着两人难解难分 打了一年 秀贤不停地勒住二罢脖子 二罢只能投降 结果因为打架 秀贤被关进了禁闭室 即便如此 秀贤一刻也没有停止训练 出来后 整个监狱真的变和平了 还和玉爸二罢成为了朋友 秀贤终于过上了平凡的生活 终于在这天 秀贤到了初遇的日子 最后一次来到和李维训练的地方 回想起和李维的美好时光 他对生活的希望是李维给的 秀贤刚出来 秀贤就从车上下来了 他等了秀贤三年 是时候做得了断了 两人无需多言 纷纷进入战斗状态 秀贤为了复仇 秀贤为了平凡地活着 可一开始 秀贤就处于劣势 不停挨揍 无法反击 被打得措手不及 难道三年的努力在秀贤面前 全都是泡沫吗 一次又一次被打倒在地 连已经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 他回想起李维的话 不要停止 秀贤凭借惊人的任性 再一次站了起来 他不服 明明错的不是他 为什么要承受这一切 他不会再逃兵了 想起了李维教他的出拳招式 不是为了击倒使用 而是为了破皮出血 他用力地击打孝霸左眼 导致孝霸失利模糊 根本打不准秀贤 秀贤也不躲闪 两人开始互相打脸 一个是脆皮 一个是纯肉 孝霸渐渐抗不住了 最后秀贤使出浑身力气挥出一拳 孝霸怂了 秀贤一松手 孝霸就瘫倒在地 最后 这个从菜鸡蜕变成战士的男人 走向了诗和远方